啊,大家好,大家好 这棵木瓜树啊,很多人说 没有得救了啦,收尾了啦 就算救上来的话 木瓜也是小小粒啦 所以我们就 刻意放这个顶级有机退肥 在木瓜头咯 看会伤根嘛 因为木瓜的根也是很敏感的嘛 所以 我们是刻意放这个顶级退肥在这个木瓜头啦 然后看它会 什么样的情况出现啦 很多朋友都叫我砍掉啦 不要浪费时间了啦 他说生出来的木瓜也是小小粒啦 加上退肥又放在木瓜头这样进啦 骗人的生意不长久 长久的生意不骗人 有一种服务叫回头客 有一种信誉叫朋友介绍 有一种信任叫我就找你 没有任何套路 靠的就是口碑和信誉 这棵是我们之前使用推肥过后啦 之后了咯 同一个地点啦 同一个地点 同一棵木瓜树啦 你看它的后面的背景 和之前是一模一样的啦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是万万不敢小心的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真的假不了啊 假的真不了啊 同一个地点 同一棵木瓜树 同一棵木瓜树 后面后面的背景 也是一模一样啦 使用推肥过后 我们偶尔啦 偶尔也会使用 TOP综合金啦 这个 EcoFarm Patalizer Training 的TOP综合金页面啦 尼泽 就是 一棵木瓜树 然後 这棵木瓜树 有了 嘿喲 和之前完全不一樣啊 起死回生了 起死回生了 这棵木瓜树也是一样咯 我们也是用 使用有机推肥 然后 可是我们不是放在树头的 我们是树生出来 两三尺 我们放推肥 一个眼前的咯 它的木瓜也是大大粒 这棵 本来也是健康了 本来也是健康了 然后 然后偶尔我们 都会使用这个 中核菌 页面 如果老板们想了解更多 欢迎联系我们 欢迎联系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一路来的支持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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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